过年期间路上车子多 那么意外也跟着增加了 在23号早上 新竹竹北一辆休旅车 就在警车的面前闯红灯 结果撞上绿灯直前的机车 当时机车骑士 连人带车被撞飞了十多公尺 所幸只有受到轻伤 那么另外一起车祸 则是在24号早上 嘉义市区有一辆轿车 疑似倒车时跟跑车擦撞 造成跑车又波及到 停放在路边的三部车 而其中有一辆 还是路上头等舱称号的高级名车 这名被撞的车主就PO网抱怨 那么网友看了也留言表示 如果不能够出险的话 希望这名肇事驾驶的实力 可能要够雄厚了 机车骑士看到交通号制转绿灯 要起步执行 下一秒却遭一辆轿车闯红灯撞上 终极力道之大 让机车骑士被抛飞后 连人带车推了十多公尺才停下 惊悚瞬间再看一次 23号早上将近10点 新竹市竹北一辆轿车 不过红灯向前冲撞上执行机车酿货 而且还被刚好路过的远景全程目睹 索性机车骑士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 另一个车祸就发生在嘉义市区 24号早上将近8点 一辆轿车疑似倒车时和跑车发生擦撞 这一转让跑车失控继续追撞停放路边的三台车 受波及车辆中 有一辆还是拥有路上头等舱称号的高级名车 车好好停路边无端挨撞 车主不满po网痛批肇事者 网友也留言 如果不能出现 希望肇事驾驶实力雄厚 汽车零件三落一地板金还留在事故现场 当时撞击还让倒车驾驶及乘客受伤 至于肇事责任还得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 过年上路车祸频传警方也提醒用路人减速慢行 遵守交通规则避免危险事故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